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苏花改及苏花公路今天上午11点起出现北返车流,预估今晚9点后才能疏解公路总区预估明天下午返乡流量将进入高峰期。 清明连甲首日,苏花改及苏花公路南下车流报大量,创下单日24000辆次的新高纪录,今天北返车流增多,苏花改每小时单向交通量约850辆次,逼近设计容量上限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交控中心启动路口号至管控,并请警方协助指挥书岛。 今天截至下午2点,苏花改及苏花公路苏澳往东澳南下的车辆7126辆次,东澳往苏澳北上有8150辆次,显示北返车流已提前在连甲第三天涌线,苏花改平均时速维持50到55公里。 四沟处交控中心表示,白天北返车潮要到晚间后才会输解,明天下午将有另一波返乡车流。